不知道你们家里的水晶会不会多过我店铺这些呢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追踪通知我日会准时12点钟和你见面 如果你在家里太多太多深爱的水晶怎么算好呢 基本上我们每天左右手加起来 配戴都是三条四条水晶 但是很多朋友都会告诉我们 他家里起码有十几十条甚至更多 而且家里有一大堆玄石水晶球水晶柱 如果随便乱摆就怕水晶能量流失 而且也会达到整个能量场池场很奇怪 怎么算好呢 我现在教大家几个小小的方法 第一如果你经常带一些水晶手链 你又要放在这个白晶軸上面 能够可以每天跟他充电充电 但是建议最好是两个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是有一个是黑色的话 就不要一起放 也都是不要近放 要有一些距离的 因为黑色我经常说的 它是吸收负能量的 它不可以放在一起 还有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也都不要放在床边 因为怕能量太强 影响你的睡眠 第二如果有些水晶手链 不是经常带的 那好了 准备一个手饰盒 放在里面 但也要记住 里面也要大量的水晶碎 它保持它的能量 等到你的缘分到时候才拿起来带 还有记住 如果你带在盒子里 就不要盖上 因为能量可能释放不出来 就会浪费它 好了 总之缘分有的时候就拿出来带 那好了 它的能量也都不会流失 那就可以保持得到 第三 如果你说家里有大量的缘石 就像这些那样 那你一定要进行巩固的功效去输出 例如呢 如果你是黑壁石 黑壁石 因为它是用来化病气 这个驱除一些不好的东西 一般来说我们教 就放在脚的旁边 但是这样 你又不可以将其他的颜色放在一起 记住 如果你的缘石 一般来说用一盒 放在这里 就好像一个山形那样 堆积如山 这样的能量就可以集中 亦都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对不对 放在一堆那里 好了 第四 咦 我有大量的水晶球 好像这样 我建议你怎么摆呢 最好的办法 你找一条木 一定要 这个圆木 天然的木 亦都根据它的五行双身双黑的颜色排列 这样的能量就可以有互补的状态作用 好像这个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是否很厉害呢 这样摆 一定就没搞错了 好了 第五 如果你有大量的水晶处点 Peter Sir 我很喜欢腊院的 建议你用一个盒 摆放在这个里面 这样里面就用一些水晶碎放在这里 你如果喜欢也可以用这个超漆碎 能量就更加之强 这个是Super 7来的 Super 7的碎 摆下去就很强了 因为水晶碎可以滋养它 提供养分 形成一个巨型浴望的发射器 这样的话你的浴望速度就一定会大大提升 记得了 水晶摆放是要分别类的 你随便乱摆 就会影响水晶的能量 大家摆放这个在家中的水晶之后看到了 如果你家里有些什么特别 或者是一些新旗的摆法 不妨传一张相片给我看 大家研究研究一下 其实你知不知道你的灵魂来自什么星球呢 灵魂并不是地球独有的产物 只要打通七轮 激活从我看 就可以开启洗回忆卡巴 走进光之隧道 通过不同的围道 找回灵魂的起源 明白你来地球的目的 和你命运的选择 好 七月份 我毕达sir将会教你如何开启梅尔卡巴 窥探灵魂和命运的奥秘 我在梅尔卡巴里面等着你 希望